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既然不要挡住我们画面喔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久违的诗人 还有诗养 双胞胎一起出现 今天跟着礼仪团 真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企划超特别 因为我们今天要来新竹 这个企划想拍很久了 我们要追着餐车跑 真的很辛苦的感觉 今天在全台湾有名的几间餐车 都集中在新竹 今天有什么好日子 我们先去第一家 GO 现在大概才开卖半小时而已 它那个人龙已经拉了一整圈了 我真的推荐大家要买要买 而且我们没有买到大长头 而且我们前面几个好像还有买到 那我们现在要来开吃了 它有非常多种 你最想买的是 总会 总会有烧肉有米茶 然后有好像是竹笋香肠 竹笋香肠 你可以看到里面有笋子 然后就是它的那个小菜 是可以自己随便夹 所以它可能是总会就四种 然后大长头不包含在总会里面 然后这一格它会留着给你放小菜用 吃的香肠 我先喝它 好 很好吃耶 它不是很扎实 它是一块一块肉 吃的到肉一块 然后它的竹笋脆脆的刚刚好 然后它感觉很像山猪肉那种感觉 就是它的肉块是比较快的 对对对对 不是那种细碎的那种 然后它的肉很好吃 完全不会咬不动 它那个炭烧味吗 很香耶 就是你可以吃得到它在烤的时候的那个 沾的那个香味 真的假的 香肠 我觉得它肥肉算是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你吃进去的时候 它的油只会包裹住瘦肉的部分 可是它的肥肉不是那种吃起来油腻感的肥肉 它是会分泌肉汁的肥肉 因为它里面的香肠算是比较嫩 口感也算好咬 但是因为呢它外面包的那个肠衣呢 因为脆脆的关系 所以你就觉得有两种不同的口感在里面 是山猪肉 山猪的那个烟熏味好香喔 它的调味我觉得都不会算非常的强烈 可是它主要是吃 譬如说香肠或是山猪肉那个肉的那个香味和滋味 然后调味就淡淡的 这个肉要够新鲜 它才有办法这个样子 然后剩一个米茶 我觉得它的那个米茶要加酱 因为它本身味道没有到很香 但是它的长一点就像你说的 算是比较厚实一点点 然后它外面也烤的就是 你看都烤了 比较深的 焦香焦香 你是喜欢吃原味的话 它完全可以吃原味 然后它还有带有一点点那个淡淡的油脂 嗯 然后咸度也淡淡的 然后它的碳香 我觉得米茶是吃起来碳香味最浓的 这家其实每个都还蛮有水准的 我觉得猪肉超好吃的 猪肉很好吃 猪肉真的好吃 对 就不是咸的 对对对 因为这种腌制的通常都会觉得很咸 吃起来也还蛮清爽 就是让你觉得在吃的时候 吃太多肉的时候可以吃一下菜 要补充一下 你这是泰式洋葱 嗯 它的泡菜算是开胃的泡菜 就我觉得不会抢原本的主食味道 对可是如果你可能需要有点换个口味的话 你就可以吃一下泡菜 泡菜还不错 而且泡菜要随便你抓 对随便你抓 今天这一盒里面你们最喜欢哪一个 我最喜欢香肠 因为我觉得那个炭香味很厉害 就是会让我吃完 然后会想要再吃下一个 我最喜欢猪肉 你最喜欢猪肉 因为我觉得它的肥的地方 完全让我可以接受 然后这个香肠其实我不太敢吃 因为你看这个肥的太多了 这个猪肉肥肉就是很脆 很像松阪猪那种肥肉 我觉得这个我喜欢 你看它多肥 Oh my god 肥豹 这个真的有肥到 因为通常外面的香肠都会只有一小块肥肉 嗯肥肉 好夸张喔 怎么样 肥吗 肥 我们发现 大家买了都会坐在这边来吃耶 那你最喜欢吃哪一个 咸猪肉 你喜欢咸猪肉 你也是吗 嗯 欸跟你一样耶 咸猪肉超讚的 咸猪肉挂的耶 那你就喜欢肥肉的人对不对 我不敢吃肥肉 你看又跟我一样 我还是肥肉 可是它因为咸猪肉的肥肉是比较脆的 所以是 它切得很鲜 对只有这样的 对啊 我们刚刚已经吃完了东西 你知道 本频道的宗旨就是 有饮料就是要拍 真的吗 我们最爱拍饮料店 我们常爱拍饮料店 诶 这边有那个义美的饮料店 诶 而且免费耶 义美 for me 填写心愿小卡 就可以免费请你喝饮料 你们两个现在给我去填写 有没有很多心愿 只要帮我们填心愿卡的话 就可以送我们饮料哦 哦 心愿卡是说你想要喝什么这样吗 对然后还有未来希望义美可以 哦 一个那个问卷概念 我觉得义美奶茶很好喝耶 可以可以 可以吗 那会不会想要这个奶茶 我希望他推出义美 义美 10元茶 没有 希望义美可以推出10元的茶 然后给你联名 不是 给你联名啊 我真的写了哦 对10元联名茶 OK 好了 我希望义美可以推出乌龙茶 跟乌龙奶茶 乌龙奶茶 这样会不会感觉我整个人很乌龙 我是打乌龙 好我们现在都已经填完了 来你说什么 我是义美蜂蜜奶茶 你是蜂蜜奶茶 我是义美奶茶 填好之后咧 填好之后交给我就可以了 好 谢谢 那那边可以帮我们来选饮料 有五种饮料 哦 然后还有三种茶凍可以加 有茶凍耶 有茶凍耶 茶凍耶 有茶凍耶 它五种茶 然后下面有茶凍 你看 它有茉莉茶凍 茉莉茶凍 西拉红茶凍跟咖啡 有多少 这样我在家也可以做一个 然后 它被连吃 都倒进去耶 哇天啊 满满一杯 哦 太多了吧 它的量有三分之一耶 对 好快哦 耶 谢谢 好快哦 感觉真的好喝的耶 对 所以今天整个饮料的活动 都免费的对不对 没错 只要填写心愿小卡 就可以胜送 好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你们今天有薪水吗 有的 有 有 低糖西兰红茶加咖啡豆 义美蜂蜜奶茶加红茶凍 鲜奶绿茶加茉莉茶凍 茶凍超好吃耶 茶凍超好吃耶 我是一个超爱吃茶凍 我也是 你也比你们 你也是 啊 好姐妹子都会这样 就是一样的 都其实就会这样 啊 啊 它的低糖是认真低糖耶 真的才三分两分 那种最赞受的 大家推这个低糖西兰红茶 因为比如说像我家咖啡豆 它喝起来就很像我们小时候 有的咖啡红茶 哦 没有喝过耶不好意思 那我好像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小时候 我的YT的客群都知道咖啡红 真的吗 知道的留言 你们一定知道咖啡红茶 你小时候有喝过咖啡红茶了 有 你看我就说我Youtube客群 又知道咖啡红茶吧 那我要说我的蜂蜜奶茶 我刚有点害怕它会比较甜 但我觉得它刚刚好耶 而且我觉得它的茶凍真的超好吃 是我会就是去 想去买放在家里 它的蜂蜜奶茶是新品 然后它有分大小麦 它是全家卖的是375ml 然后全年卖的是600ml 就更大 对所以你现在说到是新品 我刚刚想说我没有看什么 你好牛喔你好牛喔 而且我跟你说它的味道真的是刚刚好 刚刚好 有蜂蜜香吗 有蜂蜜香 它好像是龙眼面 喝得出米的香味 可是它很香 我还有看到它的 它写它的生乳含量是50%以上 所以它是鲜奶这样子直接加 是鲜奶 你的是奶绿加莫莉塔丼 对莫莉塔丼 那我刚刚在看它到时候 我有看后面 它也写说它是用百分之百的 台湾生乳酪 所以是台湾的 对所以它奶味也是很浓很香的那一种 很香 而且因为我是绿茶 然后再加绿茶丼 我觉得我那个茶味 绿茶味整个就是更上一层楼 我发现液美真的很棒 就是它都是用台湾的东西 对 在地的 我们现在来到全家 我们两个是喝不够 你这还有什么 没有我真的来看看到底有没有 它还有蜂蜜绿茶 真的有外 蜂蜜绿茶丼 蜂蜜绿茶丼 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 一枚奶茶 一枚奶茶 然后西藍红茶就是刚刚那个低糖的 一枚奶茶 一枚奶茶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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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而且我刚刚去找 真的有茶洞耶 真的假的拿到去 以前没有发现 真的有耶 我以前没有发现过耶 我们的两个小帮手 对比就我们有朋友嘛 对 然后他们是没有加 因为刚刚我们这两个品项没喝到 然后他们就去帮我们填心愿茶 然后就是填了这个 然后这个是蜂蜜红茶 然后这是鲜奶茶 你奶也是奶味很高 奶味很高 而且我觉得它的甜度控制的超好 真的 我觉得你也可以 你要喝喝看 你错我了 他给错我史奇兰红茶 蜂蜜红茶蛮好喝的耶 你也可以接受 而且蜂蜜是很健康的糖 所以它的蜂蜜真的是有蜂蜜香的 对 就是很香 然后你会以为有点甜 可是喝下去没用 对 因为通常你加蜂蜜的东西 我觉得甜度会比较高一点 对 但是它的香味 我觉得很香 而且你喝的出来是蜂蜜 蜜的味道 这个奶茶就是它的鲜乳含量 喝的出来 喝的出来 然后我觉得它甜度 它甜度接近五糖到三分糖之间 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事情就是 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蜂蜜 或者义美的那个蜂蜜特条 我才知道说 原来可以这样子调 因为我们被手摇饮店限制 其实呢如果你想喝的东西 不管你是上班族 不管你是学生 你不一定要去手摇饮店排队 对 你其实只要走到全家 走到全联 然后或是你走到义美 任何东西 你都可以调出自己 风格的专属特局 欸你看好像还有活动 他四月十五会在板桥一文特区 然后下午一点到五点 然后那个什么 四月十六号礼拜天的话呢 然后是在新店捷律站 从十二点开始 然后会到四点 所以各位想要喝免费饮料的人 想要喝免费 免费的人 请记得 这两个时间赶快去 十五到十六号 板桥一文特区 跟新店捷律站 先体验一下 然后回家再自己调 没错 而且刚刚 旁边就是去点餐的时候在偷听 这限量两百杯欸 所以没有就没有了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那两个时间 四月十五四月十六 拜托 早点去 早一点去 而且有可能会遇到像我们这种 多人 喝完了饮料呢 我们现在要去下一家了 然后下一家就是 就是我刚刚就是上网看 因为我有关注几个餐车 他正好在新竹 这么刚好 我跟你讲就是这么刚好 我们今天运气超好 耶 而且重点是这家餐车 它是环岛餐车 好酷喔 它刚好还来新竹 Oh my god 我真的走什么 走什么运啊 雖然现在快下雨了 真的 你说天气好飘不见 对对对 好奇妥喔 好 为什么陈思雅不见 我也懒得跟大家解释 就大家也不用知道 不要知道 拜拜 我们拿到139号 然后它现在才90号而已 我的天啊 看我可以去里面逛下百货公司 好险它这次在百货公司旁边 因为我们大概还要等40号左右 你知道就可以逛街了 139aso 还有144 14 investigation 谢谢 等一下 给大家招很历烈 欸对耶 好像还有班欸 它三台车是分工合作车 对 那个是点餐加汉堡的 这个是炸物的 這個是飲料車的 巧克熊的話拜託你們提早來 早點來號碼排 因為我們這樣夯不讓當排隊 大概也排了40分鐘 其實過蠻快的 點餐很快 但是要等待的時間比較長 我今天點巧克花生醬油 因為他們招牌之一 欸它不只麵包是巧克力 它真的有巧克力醬 Oh my God 巧克力醬 好特別喔 它的花生醬沒有很毒物耶 它是整個融在一起的 而且我好喜歡它的這個脆脆的 現在我不知道吃什麼東西 它幫這個漢堡增加很多口感 然後它的牛肉是屬於那種 軟嫩性入口即化的那種 那巧克力醬呢 就是在你咬完之後 會有個苦味回來的那種 就是 喔巧克力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就是 它完全沒有很膩的感覺 應該是說它的那個肉的那個鹹味很突出 而且我覺得它的起司 綜合的很剛好 所以整體來說是好吃的 然後最好就是泰式蝦 然後再次又有牛肉 蝦子是認真很大顆的那種蝦子耶 它裡面滿滿都是蝦子 它不是只有給一隻耶 我通常看到會是比較蝦排菌 對對對 果粉的那種對不對 對 通常 因為這樣子看就 就很像蝦仁草蛋 就很像一道菜 欸 你看我把它拿開來 你吃一看裡面有多少蝦 超多耶 你光這樣看就有1 2 3 4 5 6 7 其實就有7隻蝦 它的肉給的其實滿厚的 但是我覺得算是嫩 然後你可以吃得到它表皮 煎得有點微微的焦焦的那個感覺 但是你咬下去以後 裡面是有肉汁 然後裡面是嫩的 一開始的話是那個肉香味 然後慢慢的有蛋的香氣 還有蝦子的那個脆感 整個吃起來就沒有那麼油膩 因為它的醬也是淡淡的泰式香 我覺得它的調味都不會 調得非常非常的重 它保留了很多就是食材原味這件事情 它算是一個 就是很敢給料的漢堡 難怪這麼多人 它的炸物 其實它剛剛這時候 它推薦我們店的 然後它裡面有三種 它有菇 然後還有這個 還有馬鈴薯 然後馬鈴薯完之後還有這種 還有細酥 好厲害 還有三種 那我一個個吃 你這個很好笑的 我們是加那個可可梅子對不對 對 老闆是很喜歡可可 可可味沒有到很重 它的梅子本味也沒有到很重 但你吃得到一點點那個 梅粉酸甜的味道 可是你也不會到很多 我覺得就跟它漢堡一樣 它的炸物喔 不管你是雞泡 你是拿給它之後 它才現炸 所以你絕對不會吃到的 好新鮮喔 我吃到一整顆馬鈴薯的感覺 天啊 你是在幫肉絲做廣告嗎 哈囉 你以為你這樣講 肉絲會找你代言嗎 肉絲可以找我 欸 很好吃耶 嗯 我覺得它帶的可以滿苦的 它細胞菇是那種 炸得細細酥酥的 它跟外面的杏鮑菇完全不一樣 你愛吃杏鮑菇的話 直接點一盒杏鮑菇 我覺得這家漢堡店厲害的就是呢 它不會 它的醬料 不會搶過它食材本身的原味和味道 然後它用的是非常恰大好處的 我覺得很讚 我們剛剛發現 就是在巧克熊環島餐車的旁邊呢 有一家在桃園很有名的馬蜀 然後今天在這裡也有擺餐車耶 超多人排隊的 我買了四個口味 就是椰香、芝麻、抹茶跟花生 然後我們原本要買它的招牌 但是它的招牌呢 就是要先預訂 你沒有預訂的話 你就要看它現場有沒有機會買得到 我們最後一盒 被前面那個買走了 被前面那個買走了 我的天 它的抹茶的話主要是 好像都是花生 然後外面是在灑這個粉 野香 外面也是裹椰子粉 一口白喔 裡面是野香奶酥醬 它的麻糬的皮呢 是屬於比較嫩的 就是像鮮奶麻糬那樣 芝麻 外面有沾到一點花生 對 它也是沾 對啊 喔好軟喔 很軟嫩對不對 它的芝麻裡面也是包芝麻 鮮奶味道比較重 然後沒有什麼甜味 沒有什麼甜味 欸這個很好吃耶 就是你可以吃到很純正的芝麻 而且這個可以一直吃耶 對啊 它就是你吃起來比較沒有負擔對不對 花生沾抹茶粉 直接吃喔 抹茶裡面有抹茶醬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 可是這家很好的是 就像你說的 它甜味沒有到很高 它的花生就是吃純的花生味 然後它的花生還有另外在丹麥 就代表它對它們這樣的花生應該是滿有自信的 我覺得它甜度都控制得很好 然後又有這個味道 沒錯 可是它是可以再去買一盒 它想再買一盒喔 我傻眼 我目前心中第一名的麻糬是在台南的永康 那個麻糬有八種口味 然後外面的皮跟這個也很像 然後這家也是 它是屬於比較嫩的那種麻糬品 就是它有一種要黏住但是又沒黏住的感覺 很順很順 這麻糬很順 難怪那麼多人在排隊 怎麼辦要不要再去買一盒 我剛剛工作結束 可以看到我現在妝髮非常的完整 然後我要到家的時候呢 我男朋友跟我說好想喝手搖飲 欸現在11點06分 我去哪裡找手搖飲給他 全家便利商店 買一個義美鮮奶茶 再買一個義美的西蘭紅茶豆 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你的專屬手搖飲 好囉 難以囉 你的專屬特調好囉 有沒有覺得很感人 有 對不對 先幫你喝一口 這個很好喝 它奶茶真的是那種 鮮奶奶茶的感覺 跟手搖飲的差不多 差不多對不對 對 蠻好喝的齁 對蠻好喝